出没了,的确是 这个礼拜其实天气上来说 中南部大致今天过后 都还可以维持个稳定的天气 不过北台湾东部地区就比较不稳定 变形的冬天的天气 来了,赶快来看看 一个礼拜新的开始了 大家要打起精神来 今天1月22号是礼拜一 外面的天气 我们赶快先从雨量累积图 还有雷达回播图 带您一块来看看 从这个雨量累积图 您可以看到 其实现在从台南以北 甚至高平的山区 或多或少都有下些雨 累积雨量比较多的地方 一个在新竹的五峰 差不多13毫米左右 另外在台中的和平山区 也有14毫米 那么雨比较明显的 你很清楚可以看到 中部以北雨是比较清楚 为什么会下雨 最主要就是受到这封面的影响 封面从清晨由北往南逐渐在通过 现在差不多是在嘉义这一带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就因为这一波水气 所以玉山就下雪了 当然现在雪已经停了 所以现在有些下雨的地方 要告诉大家了 其实现在你可以发现 由北到南都有或多或少 在下着雨的 但是使雨量比较多的 一个在新竹的金石 现在有6毫米 另外台中的和平山区 现在也有8毫米左右 问如何天雨入滑 所以大家爱给 现在有行车的安全 一定要多注意 当然从目前温度 我们就要告诉您 现在外头各地的天气状况 还有温度如何 好 让你待会出门上边上课去 穿衣服有参考 这由北到南 今天清纯的最低温 出现在新烏 来到了16.3度 那么就现在台北 天呐呐零上 现在的温度几度 现在的温度17度 再往台中中部走 中部的台中 现在也是跟逼着 目前的温度是19度 再往南走 在南部也是跟逼着 个顷现在也有点 不过雨很小 现在个顷回头 另外东半部天气反而花莲还不错 现在没有下雨 温度上来说的话是19度 整个离岛地区其实天气也都还不错 在马祖的话云比较多13度 金门跟澎湖现在阳光还有一点透光 金门13 马祖19度 另外倒是要提醒的是 现在从台中一直到台南 其实有雨而且有雾的现象 局部地区能见度是不足200公尺的 所以我们要特别提醒 一个就是天雨陆滑再下雨对不对 另外从台中到台南现在有雨而且有雾 能见度也不好 因此无论如何行金该路段的话 一定要多多注意路况上的安全 当然从空气品质也要告诉大家 空气品质来说的话 现在从包括南头 包括了嘉义 云林 以南的话 其实空气品质也不好 都亮起了橘色灯号 尤其高平地区是红色的灯号 虽然有在下雨 不过现在的空气品质是不良的 因此还是要提醒所有的观众朋友 尤其中南部的观众朋友 还是要多多注意 自我防护一下 戴个口罩再出门 当然从卫星云图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天气就是受到这微弱封面的影响 不过这封面很快 所以今天白天之后就已经会过了 因此今天白天开始 降雨会慢慢地缓和停歇 从平地慢慢地缓和下来 所以平地的雨会先停 然后再是山区 不过封面一过 东北季风就会下来 因此看起来北部东半部的天气 还不是那么地稳定 雨区预报当中 我们就要提醒大家 就今天白天来看的话 降雨的情形 主要偏重的还是以北部东半部为主 白天之后 其实平地的雨就会逐渐地缓和 山区还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 那么当然了 晚上之后还是受到东北风的影响 所以其实包括了银封面 基隆比海岸到东半部地区 还是会有下雨的情形 另外透过地面天气图 也要告诉大家 因为封面一过 东北季风马上南下 因此从今天的下半天开始 在沿海都会有8到10级的强阵风 另外海面上的风浪也是比较大的 赶快来看看今天各地更详细的温度预测 涂上16到20度之间 因此最后塑料提醒大家注意咯 今天上半天比较容易会下雨 所以外出再闪咯 另外空气品质不好 尤其高频地区爱注意 另外风也会比较大 大家就记得要多多注意安全咯 时间再交还给梳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